英國101年3月16號 當年桃園西新高中啦啦隊 以融合爵士舞的洋溢青春活力表演 展現超凡的麗與美 也讓他們奪向當年度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冠軍 晉級啦啦隊更是連續七年獲得冠軍獎盃 用奪雙六冠軍展現傲人的青春活力 然而他們的奪冠背後還隱藏著一個令人比三的故事 原來當年在距離比賽剩一個月的時候 他們的隊長突然一即興擺血症病倒 教練除了積極找人頂替也感到無比挫折 甚至乾脆想要換成簡單的舞步 但在同學們彼此加油打氣之下 讓教練決定再困難也要突破 最終也成功拿下好成績 練舞很辛苦 每天回家很累 可是回家還是要看書 因為要跟上進度 因為同學們都操得很快 所以自己在後面追的也很辛苦 所以就很努力很努力 然後壓力就有一點大 因為自己家人給的期許 然後同學們的那種一種感覺 就還蠻辛苦的 劈腿的痛是比較一般大孩子不能夠去承受的那種痛 然後他們每次常常去拉到腿全部都瑜琴 然後中醫師看了不管看中醫師 醫師都說你可以不要再跳了 因為已經拉傷了 然後有時候拉到都腫起來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一定 因為這個東西是少一個人少一個位子 都會練不成功 出自己挫折很感很大 我說好 那你們就隨便跳跳那個 籃球隊場邊拉拉隊 就搖搖踩球都兩下就好了 我自己都很想放棄 可是因為孩子們他們 他們的第一名 他們常常在他們的FB上面留言說 要為AA拿下這個第一名 除了隊長也好感動 這些孩子他們都很感動 當年悉心高中拉拉隊的隊員表示 要兼顧升學跟拉拉隊練習 壓力非同小可 但是嬌人的期許以及同學間的鼓勵 是他們繼續下去的動力 而含淚速縮練習辛苦歷程 儘管讓同學們都紅了眼眶 但努力後的好成績也讓全隊心情不已 並表示會把榮耀一起分享給人在醫院的隊長知道 記得綜合報導